歡迎收聽中環匯海財機網站8月30號的收視廣播 今天來到8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大肆來講仍然相當反復 昨晚美股反彈了 市場衷勁9月份的時候中美有機會舉行這個談判 令到市場的樂觀情緒來為提升 令到早段恒生指數高到300點之後 曾經重上26000點的水平 但在中段來說升幅越來越收窄 中段也曾經倒跌167點 高低波幅超過400點 收視是企穩,只是微升了21點 報25725點 成交方面有813億 上升的股份有700多隻 下跌有800多隻 一半半左右 看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今天A股和港股的情況都差不多 上升綜合指數來說 今天跌了4點,下報2886點 兩股市的成交我多一點 有些超過5500億元人民幣左右 講股方面 今天的重綁股是個別發展 昨天急插的騰訊來說 今天反彈了一點 下午升1.4% 報324.8 另外有邦 今天變動不大 微跌了0.5% 站在76元 這個位置 今天做得比較好的板法 就是石油股 今天中海油反彈了5% 另外 857的中石油 升了4% 報3.89 另外 中石化386 今天升少一點 升1.3% 報4.59 另外內銀股公佈了業績 公行就不公佈了業績 今天反彈了1.2% 報4.9.5% 另外 建行今天上升了0.9% 沒有5.82 除了內銀和石油之外 今天手機設備股 早段做得不錯 但是中段來說 跟隨大市回落一點 信譽光學 曾經升到1.111元 這個位置 收市來講 報108.7 報也升了4% 但是另一隻 就是2018 來講相對 下降很多 收市來講 還未升了0.4% 報13.9% 中段令到港股急措的其中一些板塊來講 就是本地的地產股 因為大家都知道 社會的政經事件都令到局勢動盪 已經多了很多的零售和餐飲 出現一些結業和裁員的情況出現了 其實也開始一些 樓市方面有調整的跡象 有些樓盤都是需要減價 甚至是蝕讓離場的新聞 都有報導了 所以呢 都令到 事人都擔心了 抗日持久的一些抗爭 令到香港的樓市都要受到影響了 那就是長實地產 今天就 長實集團 113 跌了2% 另外來講 就 看了幾隻地產股表現 那就是 恆基來講 今天跌了0.5% 那就是 新鴻基來講 今天跌了1.8% 那就是 曾經 即是最低 到109元 收市是補111.7 那另外就是 順支 順支 今天跌了1.8% 到11.2% 那就 看到了 整體的大市 和市場的氣氛 都是相當之疲弱的 那 雖然今天高開了 300點 但是呢 很快迅速 就有沽壓再次出現 將大市推下去 那 就 都要看回了 因為你 就是 星期五 六日來講 市場都會關注 本地那個 就是 示威遊行的事件 那 雖然就是 在今天中午來講 民陣 就 對於這個 明天申請遊行 因為沒有辦法 取得這個 不反對 衝擊書的關係 所以就是取消 但是就 在 社區裡頭會 出現一些 什麼的 就是 示威啊 或者是一些 衝擊的情況 那這個呢 都是市場 和香港人都很擔心的情況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令到 港股呢 特別是 就是 外圍多麼 有驚喜 或者是有些反彈 也好 港股來講 都很快 就是一彈即散 那樣的情況 那 除非這個事件呢 有露出這個 曙光 或者解決的方法 那 否則的話呢 港股都很難有一個 都 很難有一個 就是 好的表現 那 另一方面來講 那都是中美貿易展 那方面呢 都是繼續成為這個 就是全球的 焦點 那 就 市場都是在觀望著 就是 雙方在9月份 有沒有機會見面 或者是 9月1號 正式 就是 這個 提高關稅的日子之後 那個市場的反應 會是怎樣的 那 那目前見到這個是 大市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方向 那 就 黃金來講 高位回落一點點 那都仍然站在1520元左右 那 那 變成看到都 雖然就 就是 短線的氣氛就沒有急情惡化 那但是來講呢 就是避險的情緒啊 等等 仍然都是濃厚的 那 那所以呢 都要看回呢 就是 目前這個位置 那見到恒指呢 都是在這個 就是25000 點照26000點 作為一個區間上落 這樣子的位置 那突破到呢 才是一個明確的方向的 那 暫時那個情況就是這麼多了